北外小吃街 因为仅靠北外 也就成了学生们每日往来的必经之路 在这条街道上 小店一家挨一家 但要说最热闹的 还要数老北京风味烧饼 烧饼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面饼 也是北京城的传统小吃 据史书考证 烧饼是班超从西域带来的 旭汉书记载 灵地好胡饼 胡饼就是最早的烧饼 在唐代就已经盛行了 做烧饼的步骤并不难 但要做得好吃就没那么容易 面要香酥可口 馅儿要充实不腻 这也是老北京风味烧饼 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 每一位顾客在品尝烧饼时 不仅可以吃到地地道道的北京风味 还会感受到一种特有的人情味 小店从经营者到所有员工 都来自于外地 相聚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本来就不容易 彼此如家人般的关怀 相处 大大增加了小店的凝聚力 也为烧饼增加了特别的气息 烧饼店的负责人 对于做生意 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 他并不急于要在北京 开设多少家分店 只本着一种想法 亲力亲为 为顾客负责 做对得起良心的事 在这个物质文化高度发达 各种小吃琳琅满目的年代里 老北京风味烧饼 愿将自己的一份真心 送给每一位顾客 用诚信换取信任 用感恩换取微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